我本身是做場務的 現場片場的習功 經常看演員拍戲 覺得我都有機會做演員 艾導演給我一個角色 我第一部電影就是《再見一朗》 嘗試做演員 做得有多好玩 繼續做下去 鄭導演第一部戲 他做副導演的時候 他幫周媽做下一站天候的時候 我已經跟他合作過 我第一部拍他應該是叫做 《怪物》 我幫忙又是幫忙 嚇穿不及做 這部《九十九》 鄭導演應該是第二部 第三部看他 記得不是很清楚 鄭浦瑟導演找我拍這部 《九十九》的時候 很清楚去告訴我 我要做一個警察 中途可能是很老差骨 去教慘心 怎樣去做人 怎樣去做一個手術的警察 但很不幸在一次任務中 是被Edison刺死了 死得很慘 整部電影 他講過 大洋的共好介紹一下 我自己領悟去做 李燦心這個演員 是一個很 反應很快的演員 他是一個很正職的演員 我們私底下也是一個好朋友 好朋友 之前我們合作過不同類型的戲 在戲裏面我們 都不用怎樣去再去談 大家已經是有火花 大家知道 應該做的本分是甚麼 大家的合作是很順利的 我覺得Edison 陳冠希 在《99》裡面 他有些突破 就是他 撇除了他很官仔 很帥仔的感覺 光光正正 事事文文 他以為女朋友去街那些 這部 我覺得他 他很用心 很演得出來 那種狗 狗的脾氣都在 我覺得是這樣 Edison爬的時候 我不擔心Edison做不到 但我擔心他會否做得過了火 我們都有談過 尤其是我拍的場戲 他吉死我的場戲 因為他可能第一次嘗試 他的心情是很緊張 演戲的時候 是好像真 他真是發瘋 我是比較擔心 他真的會對這裡出來 搞定 第一個鏡頭是摺鏡頭的 第一個鏡頭是一把 假的道具刀 但是都很尖的 很離 他那個刀尖就插在我這裡 變成是 雙倍的位置 雙倍的位置 好像插了進去那樣 但他用力握的時候 真的很痛 好像刺到進去 好了到爬到刺到進去的時候 這邊刀尖 這邊出來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環 這樣 刀柄在這裡 刀嘴在這裡 那個環在後面 固著這樣 好像插進去那樣 就是這樣做 我說這部戲裡面 導演用的時間短 但不要緊 我本身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我做演員的想法就是 一組戲也好 如果是需要我去做這個角色的 我覺得我有發揮的 我都會做 不管一組 一個鏡頭 一個鏡頭都好 我都會把它做好 因為一個電影世界裡面 有我存在 我已經很開心 就是這樣 我在九十九裡面 比較新的那場戲就是 《大排檔》 我們在這裡抓了Edison 抓了Edison 就是見到他 但是我猜他是哪裏人 因為他是東亞裔的人 我猜他是泰國人 有越南人 有柬埔寨人 所以我用不同的語言 跟他溝通 但是不同的語言 都是只有一句 所以搞得很亂 當時的場限就很好笑 有一點是雞頭鴨講 我覺得最深刻是這場戲 我通常是喜歡做黑社會 比較多些 因為黑社會比較 貧民一些 就是比較廣泛一些 去揣摩都 多些角色給你去揣摩 就是多些人物 給你去揣摩這個角色 做警察的 做警署處長的 只有一個 是嗎 做警務處長的一個 去揣摩的機會比較少些 變化比較少些 我覺得我喜歡做一個 貧民的角色 比較普通的角色的變化 感覺比較多些 在香港拍的時間不定 地點不定 劇本不定 人物性格都分分鐘會改的 我覺得香港電影 要適應香港式的拍攝 我覺得人的變通要快 人的性能力要強 尤其是一個演員 不可以受任何環境的影響 去到那個位置 做到那個東西 就為之OK的 我覺得是 一定是不同什麼環境之下 你一定做到導演的要求 我覺得香港演員是這樣 有什麼好笑 但我覺得是很慘 一個人做到一個 一個人去到這樣的地步 我覺得已經是 所謂的 失去了人性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真是叫我去做 我覺得我做不到那種感覺 我覺得是一種很慘 不是說好笑 一個人的本性已經失去了 一個人的理性去達到他的目的 我覺得這個人已經是很辛苦 我覺得對這部戲來說 我覺得是很瘋 很不可想像的一個人 一個人 已經是 其實是很人性的事情 他殺人 就是為了他自己的感覺 我被他殺 我都是為了做回我自己的本質 才被他殺到 我覺得這部戲 其實你說沒有性 其實都很人性 我覺得是很人性化的一部戲 講到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他為什麼去殺人 為什麼被殺 他講得很清楚 所以可能我 部戲的問題 部戲的感覺問題 我覺得是 我就是 如果講Market來講 我是一個演員 我就不是很熟 這個電影的Market 現在是什麼 電影的風格是什麼 我就不熟 但是我覺得就是 道義風拍的戲 是需要人去想的 需要人去由 第一分鐘開始看到 最後一分鐘 最後一分鐘 都要去想 為什麼鋪這條線 為什麼演員去做這些戲 為什麼要問為什麼 現在很多香港人 因為生活的問題 忙碌的問題 他可能未必有第一分鐘 開始看到最後 他又不會去研究 然後問為什麼這部戲 是這樣拍 問為什麼 編劇是這樣寫 為什麼 其實為什麼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是香港人的時間問題 We can call We can call You call me friend We can call We can call 是做演員之前 我看 我很少說 我喜歡哪一個演員 因為我拍不同的戲 有很多不同的演員 但是我是很喜歡 留意每個演員去做戲 我覺得有時候 我覺得這場戲 這個演員不應該這樣做 我心目中 我自己有一個感覺 所以我問自己 如果我是他的話 我會不會做得好像他那樣呢 我就一定不會的 有時候我會說給自己聽 所以我久以久之 學得多 看得多 就很有心 很想去嘗試一下 不如我去做演員 看看我可不可以用到 我平時看到別人的那些東西 他不對的東西 我可不可以做到 到時是不是好像他一樣 所以我現在 我做到一個演員 因為我做場務的時候 因為我常常在現場 去看不同的演員 去做不同的戲分 去做不同的戲 愛情片也好 賭片也好 搞笑片也好 所有的演員 他們做戲 有他們的感覺 但是我站在旁邊 作為一個觀眾 去看他們做戲的時候 我覺得他這場戲 不應該做的時候 但是我又出不了聲 我又說不到給他聽 不應該做 因為我不是那個 我是做一個場務 所以我很有心思去看 看完之後學 學完之後 記得自己的腦裏 有朝一天 我可以做演員的時候 我告訴自己 我一定不會好像這樣做 我要做回自己要做的事 就這樣 所以我做到今時今日 還是一個演員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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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譚判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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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譚判專家 你叫我譚判專家 被人當作出生的人 去怎樣去把自己 變成一個人 想自己變成一個人 最後走到這條路 都是住路 都是做不到人 這個原因 有時候